不過接下來這位 可真的永遠沒有辦法 在節目上看到他了 就是資深藝人石松 昨天下午因為糖尿病過世 當年所主持的節目 天天開心 也是非常多五六年級生 共同的回憶 和卓勝利司馬玉娇 站在同一個舞台上 資深藝人石松 因為主持天天開心 假語互曉 這句經典台詞 更是很多人的年輕回憶 設計出這句經典台詞 天天開心的製作人 回憶起石松很感慨 快快樂樂的來 我也希望他快快樂樂的走 就像他說的 他節制之後 他不想把不好的一面 就像卓勝利也是 他也不喜歡人家去看他 資深藝人石松 因為主持天天開心 成為家喻戶曉的本土藝人 但晚年因為罹患了糖尿病 被迫兩腿截肢 5月31號下午 病逝台北和平醫院 向年68歲 石松太太說 家裡環境真的不好 也感謝各界的幫忙 有很多人叫他上節目 上帝國燃啊 有的節目也是帝國會 誰要叫他上帝 他也不敢去 他就 他確實說 去 沒腳 還要搬起來 只要坐在那裡 這樣 還要去問 石松走得突然 不但老朋友震驚 對五六年級的觀眾朋友來說 天天開心這樣的經典畫面 真的只能夠成為回憶 嗚嗚嗚嗚 中間新聞 雀雀的航空家鎮 台北彩虹報導